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懂得进退 好 那我就跟你谈 那我敬你一杯 主任 干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跟徒爷合作 赚钱的买卖 敢问主任 这赚钱的买卖是 赚钱的买卖 焰图 大左阁下 吐徽智已退为进 自己没有出面 派了一个手下跟我上谈 最后上谈的结果如何 同意合作 但是提了一些条件 说来听听 他希望我们保障 烟图买卖的合法性 希望您给租借的工部局 和寻补房打招呼 不得干预他们的烟图买卖 还有 还有什么 今后经上公馆的人 不要再骚扰他们 看来这个图怀智 考虑得倒是很周全 爹处长 你觉得这个图怀智 是真心和我们合作吗 图怀智虽然阴险狡诈 但他是个明白人 也是一个聪明人 好吧 你明天回去回复图怀智 就说 我会满足他提的条件 但是 他必须保证 焰图生意在租界尽快展开 是 大左阁下 我们没有跟顾欣商议 直接跟图怀智合作的话 他会不会有什么不满 不满 如果他还在那里 瞻前顾后 这个商会会长 不一定就让他来当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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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你能确定吗 嗯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 只要六叔亲自带着兄弟出车 必然是去拉贵重的东西 贵重的东西 难不成景初还找了他们 你去告诉我弟兄们 收拾收拾 今天晚上咱们把他给结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唐老六 到底在鼓到什么宝贝 好 大哥 要不要去请盛下图验 这点屁事我他娘就做主了 你跟兄弟们说 把脸都蒙上 是 别被认出来就少 去吧 好 好 小夏 你好大的面子 景川大佐都亲自送你回来 来 来 被日本人送回来 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他们都是强盗 话也不能这么说 小夏这次能够平安回来 也确实多亏了他们 小夏 你说是吧 嗯 小夏你可记住了 以后不要随便离开租建 租建外边的地方 那日本人管理的可是很严的 谢谢大哥 我以后不会了 不管怎么说 小夏这次能平安回来 这是最重要的 六叔呢 六叔说了 也咱们不必等他 他会稍晚一会儿 好 那 咱就上菜 好 去吧 今天我要破例喝一杯 庆贺咱们全家团聚了 师父 我先敬您一杯吧 这段时间让您担心了 小夏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 咱们大家一起取杯 庆祝小夏 平安归来 来来来来 平安归来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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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你 快 兄弟们 赶紧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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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六叔 六叔 你没事吧 今天是我大意了 在自己的地盘上 遭到打劫的了 什么人干的 您看清楚了吗 没有 也就是一帮小毛贼 六叔 我先送你回去吧 不要紧 不用了 今天这事还得谢谢你啊 对了 小夏回来了 他回来了 对 唐爷让我回家吃饭呢 你看 现在这情况 我是回不去了 你呀帮我个忙 回去跟我大哥说一声 您真没事 没事 没事 你去吧 那您自己注意点 我走了 好 别让我大哥着急啊 好 快检查检查东西啊 来 我给你夹一块肉 我自己来 好好好 我自己来 阿爸 谢谢 你偏心哪 您给小夏家菜都不给我夹 来来 我给你夹 给 都给你 多吃点 怎么 多喝点 彩儿还吃起小夏的醋来了 老爷 你也吃 老爷 张坤少爷来了 来得好啊 叫他一块过来吃饭 张坤少爷说 请老爷到院中说话 他有事情要跟您讲 你们先吃着啊 我回头再来 好 好 坤少爷 唐伯伯 怎么不进去呢 我就不进去了 那个 刚刚六叔的货被人给劫了 两货人打起来了 六叔他受了点轻伤 他受了点轻伤 人没事吧 人没什么大碍 我就在想 这件事情 可能在屋里跟您说不太合适 所以就把您请到这儿来 你考虑的还是周到 这事啊 让韩清知道了 又得小操心 唐伯伯 那个 小夏这次回来 跟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吧 没什么不一样啊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来了 我听说是景川亲自把他送回来的 我担心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文章 唐伯伯 虽然小夏是您的徒弟 可您也得 再多观察一下 昆儿 这你就多虑了 他怎么可能被日本人收买了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我虽然见他的四处不太多 但我总觉得这个人 他不是个一般人 也许采儿说得对 这是我的职业病 你也是一番好意 既然都过来了 就进去一块儿吃饭呗 不了不了 今天晚上我这夜班 这一会儿回去还得值班呢 现在小夏回来了 我这儿就恭喜唐伯伯了 你帮我查一查 上六叔的是什么人 这是我会经历的 我先走了 我不会经历的 我会经历的 您和门一起 还有职业病 您跟您的家族 你会经历的 您交通 我正在留下 那今天 您的家族 您的家族 您现在也不知道 你还记得 您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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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自从您上任之后 我就一直没来拜访过 太过失礼 今天我就是专程过来赔罪的 赔罪就不必了 郭先生 你出任商会会长一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一直在犹豫 其实是担心安全 您知道 一旦担任了会长 那可就是众矢之地了 你放心吧 你出任商会会长之后 我给你安排新的住处 并且让丁处长 专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多谢景川阁下 你也知道 上任的商会会长 就是遇刺身亡的 有了前车之鉴 我现在行事 必须处处谨慎才行啊 如果没有藤条将军的 再三立腰 我是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来担任会长一职的 怎么 郭先生 对商会会长一职 还有什么顾虑 不不不 您别误会 我对皇军绝对是忠诚的 只不过 我现在还住在租界 那里鱼龙混杂 各路人马聚集 为了安全起见 我希望在我出任会长之前 想请将军帮忙 封锁一切消息 那是自然 我希望你出任山会会长以后 你我精神合作 把上海的经济命脉 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那是一定 那是一定 只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想请阁下帮忙 什么事 有个叫陈安仲的商人 一时在跟我作对 我明晚约了他在摆了门见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给我叫锦绅公关 小夏 小夏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我睡不着 想出去逛逛 你不会是想 就这么离开唐家吧 你想多了 师父和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即使要走 怎么会不打招呼呢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我怕你走丢了 你要是想散步的话 我陪你一起吧 好吧 你看 这就是全上海 最繁华的歌舞厅场所 百乐门 每天晚上 所有的绅士名流 都到这里来玩 全然不顾 那些贫固百姓的疾苦 你怎么跟个呆鹅似的 跟你说话都不理啊 你看那几个人 是不是有点可疑啊 他们是日本浪人 自从日本人 占领了上海之后 他们就在租界 做尽了坏事 走 看来是来闹事的 你要去哪儿啊 这是图怀志的地盘 今天有热闹看了 怎么办呀 赶紧回去吧 为什么 走 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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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 来来来 让开 你们尽快下去吧 顾老板 陈老板 不好意思顾老板 比人来迟了 陈老板请坐 郭老板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你也知道生意场上无负责 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的 没有照顾不照顾这一说 陈老板 看来你是真心不给我这个面子 我今天来 已经是给你面子 好 那你我就凭本事 我倒要看看 谁更强一些 告辞 混蛋 走路不眨眼睛吧 一 여러� eens 打 打 打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你还可以 我已经运过测试了 我还好吗 真的假设 怎么办 怎么办 你都没看见 我还好吗 你再去把这湖序 你再做什么 我们先来 快过去 你快过来 绑架 还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追我们 那几个就是 绑架大哥的凶手 我之前跟他们交过手 走 走 全体集合 快点 走吧 向左 转 出发 走 我的鱼子 就为何来 走 古老马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 他有洋人考慎 我难道就没有日本人撑腰了吗 张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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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来了 这帮人在我这儿捣乱 你看 砸回了太多东西了 把我客人也吓跑了 你可替我做主仗 他们都陪我 把他们全部带回去补方 你也跟我走一趟 去陆下跑步 是是是 咱们跑不掉了 怎么办 被包围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 如果你们现在离开 还来得及 我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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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事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把你杀了 把我带走 走 走 具体说说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 这 当时啊 爷 这怎么回事 你又让什么祸了 爷 这回不是我 那个 那伙子日本人啊 一进门就跟陈老板动起手来 我这一看是日本人不太好处置 我这不是赶紧通知讯不防了吧 陈老板 你怎么还招惹了日本人 我哪里有招日本人哪 那些小日本太可恶了 这分明是找茬儿吗 不 这 是 这 张团长 你们巡捕房是怎么办的 让挨打的在这儿受审 这 这打人的都先放走了 陈先生 是日本领事馆出面 跟英法领事协调 工部局要求我们放人 我只能执行命令 看来是顾兴给我涉局啊 这小子 什么时候找日本人做靠山了 看来以后我得防着点他 这里面有顾老板什么事情 哦 我跟他有过一些生意上的往来 这不 今儿晚上约了赛摆了门见面 没谈拢 结果就出事了吧 嗯 张团长 那这赔偿的事怎么说啊 只能以后再说了 龚哥 收到横峰里那边报案 说那边死了三个日本人 过去看看 是 身陪 不是 这什么事 爷 这顾老板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 那咱们 闭嘴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有事回去再说 我知道你身手不错 但没想到你功夫这么的好 今天晚上的事情回去之后 对谁都不要提起 你放心 我自然不会说起的 要不是他们想杀人灭口 我本来是不愿意出手的 我觉得你做得对啊 对付这种流氓 就肯定不能手下留情 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什么事啊 我希望呢 你留在唐家 因为 你的目标 是杀日本人为你家人报仇 我的老师也是被日本人所杀 所以 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帮助 你 对啊 是我啊 日本人侵略了中国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应该起来 为之做斗争的 但是我想唐爷 未必会赞同你的做法吧 阿爸是阿爸 我是我 好吧 那我答应你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这是我们的秘密 千万不能告诉唐爷 不然我马上走 我怎么会告诉阿爸呢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把我赶出上海的 发传单的事 被坤哥知道了 他已经跟阿爸说了 想让我出国 你可不可以跟阿爸说一下 让他不要让我出国啊 这个忙 我不好帮啊 阿爸都不知道 你恢复记忆的事 肯定不会听你的话 简离还需系里人 既然是坤哥提出的 你还是找坤哥谈吧 张团长 张团长 查出什么线索没有 三个人都是中刀二亡 一个人是刺了心脏 两个人是刺了颈部 而且凶器 都是他们手中的武士刀 照你的意思 难道他们是滋降残杀吗 我只是陈述现场的情况 并没有下判断 我会把他们都带回巡捕房 进一步调查 不必了 这件事情我会自行处置 就不麻烦你们宣布房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出队 他们几个昨晚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我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修下说他们取决什么人 没想到竟然死在了这里 一定要找到那个刺客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是 刺死你手下的凶手 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吗 对方下手赶紧利落 三个人都是一刀毙命 而且谁用的武器 也是我手下用的武士刀 难道这个凶手 跟之前杀害我们皇军军官和士兵的凶手 是同一个人吗 同一个人 有可能吧 凶手都是擅长用刀 而且行动都是随机而行 并没有任何的目的 大作阁下请放心 我一定会亲手解决他 顾欣即将出任山会会长的事情 通知市政府了没有 我通知了政府的几个要员 不过我告诉他们 要他们保命 日中联合山会 要尽快地成立 抓捕凶手的事情 就交给贞机处和传岛军去办理吧 是 是 韩清啊 阿爸有个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阿爸 你说 最近哪 小夏的精神好了很多 阿爸想收他为徒 你觉得怎么样 阿爸 现在玄墓雕会不会晚了一些 而且那很难有成就 我又不想让他成为像你们这样的名家 我只是想让他有一个谋生的本事 再说了 想让他长期地住在唐家总得有名分吧 还是阿爸想得周到 那我没什么意见 而且小夏对他很有感觉 他学起来呀肯定会比常人更快一些 这事呢我再跟你们六叔商量一下 小夏这次遇袭啊身体虽然没什么大碍 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呢 我去看看他 你在这儿坐 阿爸 你没去上班啊 一会儿就走 坐吧 大哥 他今早地跟阿爸聊什么呢 没什么 阿爸想收小夏做徒弟 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 不瞒你说呀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你们市政府的事情 我这个寻补房恐怕帮不了什么忙吧 不是工作的事情 是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就是上次旧汉青的那个小伙子 叫小夏的 你知道吧 他现在不输在你们家吗 他怎么了 是我那个老岳父 你知道吧 他非要收他为徒 唐伯伯要收小夏为徒 是啊 你说他就是一个来历不明 身世不清的人 若是就这样留在了唐家 万一日后有什么好歹 或者招惹出什么事情来 那岂不是麻烦了 不然 燕邦 说不定唐伯伯这么做 有他自己的理由 阿昆啊 你看这样啊 他老人家呢 一向都比较看重你 你出面劝劝他 让他大小手小夏为徒的念头 你看 我这么做 也是为家里好啊 行 我回去跟他说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好吧 那该说的事情我都说完了 好 我先告辞了 阿昆 顾欣是还住在租界里头吧 对啊 怎么了 他马上就要救人上海联合商会的会长 你现在多招应他一下 将来对你的事业有帮助 这个事情可是秘密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我就不送了啊 不送啊 你大白天的 躺床上做什么呀 休息休息 我来呢 只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 我阿爸要收你做徒弟了 什么 今天早上我亲自听阿爸跟大哥说的 不过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啊 还要问一下六叔 不过既然阿爸已经说出口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什么 怎么 你不乐意啊 哪有 我是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你别瞎想了 你可要知道有多少人想当我阿爸的徒弟呢 阿爸看中你是你的福分 你要是不乐意啊 就太不失抬举了 再说了 你要是有阿爸徒弟这个身份 那就可以自由地在租界行走了 服务员 咖啡谢谢 好的 请稍等 谢谢 不客气 急着约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有紧急情况 顾心投靠了日本人 就任上海商会的会长 是吗 消息准确吗 绝对可靠 好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 你就不要插手了 你的身份特殊 千万不要暴露了身份 我明白 卫战长 上级有意调到英国任职 什么时候下命令 你现在在巡捕房担任探长 这个身份别人无法替代 我家上面申诉了理由 他们派其他人去了 卫战长 卫战长 这么大的事情 你 你为什么不提前 跟我商量一下 当国的利益高于己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 军部上海战的工作 你要明白我的苦心 是 我知道了 好 彩儿 坤哥 你来做什么呀 我找唐伯伯有点事 不会是跟我阿爸商量 我出国的事吧 是 也不是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我也跟我阿爸说了 如果你们非要逼我 我就自己离开上海 彩儿啊 你真的觉得出国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我来找唐伯伯就是想跟他说 英国领事馆那边出了点问题 你现在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真的 那你赶紧跟我阿爸说 免得他老爹去把我送出去 行行行行 我答应你不再逼你出国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从今以后 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 我 是阿坤在外面吗 是我 阎宝 快进来吧 阿爸还等着呢 好 我这就进来 答应我 知道了 你去吧 阿爸 阿坤来了 唐伯伯 走 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你要说小夏做徒弟 阿爸 我就是觉得张昆他做事情考虑比较周全 我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阿坤 我知道你是担心小夏的身份不明 会连累到我 但是人生在世 不能没有点担当精神 小夏那次失踪 我就很后悔 幸亏平安地回来了 而且他的神志 比原来清醒了很多 我守小夏为徒 一来 是能让他死心塌地地 住在我们唐家 二来 是让他有安身立命的本事 小夏对我们家有恩 我们必须得报 唐伯伯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可是关于小夏的身份 他依然是个问题 这些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怕他的身份问题 一直解决不了的话 别人会拿这个来做文章 还是你想得周到 对了 唐伯伯 关于彩儿出国留学的事情 现在遇到点问题 这一时半会儿啊 恐怕出不去了 那个汉静啊 你不是和那个领事馆的人很熟吗 你去找一下 阿爸 阿坤都办不了的事情 我去了能有什么用啊 再说了 彩儿他也不想出国 您干嘛一直逼他呀 我不是逼他 我是担心他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放开我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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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们要去找他 你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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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 在等待一个 合适的时机罢了 如果再等下去 恐怕 顾先生的时机 就不存在了 商界中 有不少人的名望势力 并不属于你 大左阁下 就任会长的事情 我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过几天 就正式任职 日证联合商会的会长 是 爷 爷 我说你怎么总也 改不了你那 炸炸乎乎的臭毛病呢 爷 如您所料 刚才丁处长来 下去 是 快点 刚才丁处长通知我 说景川答应了您的条件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以后不会再让日本浪人 在咱们这儿捣乱 咱们可以踏踏实实做生意 爷 这烟图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这回咱们有日本人撑腰 可是要发大财了 这件事必须隐秘地进行 这件事必须隐秘地进行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我们是在跟日本人合作 另外 如果有人问企货员 你就说我们是从外面的朋友那儿进的 还有啊 销货不能在我们自驾的地方 得另外找个地方 爷 我本来是想改建几处烟馆 这样来钱更快 不行 我们宁可少争一些 烟馆绝不能建 我们只管出货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成 爷 那我先走了 坤哥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总探长刚才让我带几个人 去教堂警戒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任务呢 搞了半天是叫那个 什么顾新顾老板 这总探长下的命令 让你去你就去呗 那么多牢骚啊你 不是 我老娘今天过生日 说好了早回去的 这一出任务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咱妈今天过生日 你怎么不早说啊 不是 这不看你太忙吗 这样 你赶紧去给老娘过生日 今天我替你去 真的 那太谢谢你了 那我先走了 快快快 快去快去 走了 走了 来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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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坤 总探长派我来保护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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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